肢體配合著音樂 一節聚精會神投入練習 會走入慈濟 這份音緣有著許多波折 成長於單親家庭 媽媽對慈濟事務的熱衷 小時候店面的琐事 她都得獨自面對 通常講完媽媽去做慈濟的時候 阿公就會開始罵 就是說都沒有顧家裡面 帶那種善的能量回到家裡 因為我們是一個 就是我們過去是一個單親家庭 那你知道單親家庭 會有很多的那種悲 就是為什麼是我 整齊劃一的動作 每個人都將自己的體悟 融入演繹裡 2018年一節透過參與鼓隊 而放下多年來 對媽媽的不諒解 你看到人家的那個演繹 你會忏悔說 會覺得說自己過往 好像有一幕就是這樣對媽媽的 或者是說會不懂媽媽的辛苦 假日在廚房忙進忙出 現在的宜潔經常和媽媽幫忙做相機 母女倆一同培訓 更在今年受政成為慈濟志工 他說就是古兒是指你現在年輕的時候 那我就會想啊 如果說我們要繼續延續 就是這樣的一條路 洗碗切菜忙碌的身影 他們付出的同時 此跡菩薩道也更加篤定 透過做的當下會 自己會有新的體悟 比如說三個人要站一個肩台 那你要怎麼縮小你自己 我不敢說發什麼很大的怨 那但是我覺得說 至少我們用我們生生世世都在這裡 我就跟妍姐說 我希望我們來生 不再只是母女關係 而是髮青 陽光灑落在母女倆身上 一路走來相互扶持 更彼此約定菩薩道上共辦共行 帶新聞黃宜萱 李明華 張略嘉 台北報導